大家好,我是星君 今天看一部变异巨型蜘蛛袭击人类的故事 事情还要从一场蜘蛛的太空之旅开始说起 话说在未来的世界 人类的科技已经发达到能将蜘蛛送上太空 并制造变异蜘蛛的程度了 但这一送就出了问题 变异蜘蛛在宇宙飞船直接发生了叛变 轻刻间所有船员就被感染了病毒 危急时刻远在地球的基地只能远程控制 并让飞船坠毁在了美国的洛杉矶 而巧合的是 女主跟她的两名同事也正在坠毁地点做调查 三人都在报社工作 所以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的大新闻了 大家在第一时间就跑进了飞船中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恐怖的一幕 所有的宇航员都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死去 身体机关更是残缺不全 貌似是遭到了什么怪物的袭击 几个人看的是一脸蒙逼 什么情况之事 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就在此时政府特工也赶到了现场 他们二话不说就抓走了幸存者 并炸掉了残骸 就这样大家误打误撞 跟着特工也来到了秘密基地 信用不甘的三人决定继续调查 并很快就发现 这是一个用人体孵化蜘蛛的实验工厂 这里有着各种各样冰冻的人类 几个人甚至还找到了刚刚被抓来的宇航员 然而刚拍下一张照片 宇航员竟然又活了过来 并警告三人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三人听的是一头雾水 但就在这时 一只恐怖的蜘蛛竟然从宇航员的嘴里爬了出来 并袭击了两名医生 三人这才意识到了危险 于是赶紧开始逃命 但是诺大的基地却让大家直接迷了路 而还没死透的医生摁下了警铃 一行政府特工开始对三人展开追击 过程中一名同事被蜘蛛咬伤 而这种蜘蛛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 就这样这名被感染的同事率先死去 女主二人走投无路 只能躲到了电梯里 但没想到这里竟然也是蜘蛛的老巢 二人直接掉进了硕大的蜘蛛网中 此时便宜的巨型蜘蛛追了下来 危急时刻 同事男直接用生命掩护女主离开 自己却惨被蜘蛛吃掉 而另一边 政府雇佣军也遭到了蜘蛛的袭击 而且似乎任何枪帽 对蜘蛛都不管用 就这样特工们也是损失惨重 一名好心的特工则决定帮助女主逃离死地 但二人还是遭到了大蜘蛛的袭击 危急时刻 二人躲到了电梯里 巨型蜘蛛也追了过来 并捅开了电梯的地板 男主则机智地切断了电源 电梯瞬间坠落下去 并碾死了巨型蜘蛛 一切结束之后 二人又回到了报社 想要将此事公布于众 但没想到男主的上司竟然先一步来到了这里 为了掩盖此事 上司枪杀了报社老板 正要枪杀二人时 上司的背后却突然冒出了蜘蛛腿 很显然他在之前的袭击中感染了病毒 变形蜘蛛在他体内产的软孵化了出来 并直接变形成了巨型蜘蛛 大蜘蛛撞开了房顶 开始肆意袭击无辜的路人 好防备的人群只能沦为蜘蛛的食物 大蜘蛛一路前进 挡在前面的警车 直接被掀起了车顶 男主则决定用机关炮炸死蜘蛛 但危急时刻 男主却失手了 巨型蜘蛛继续向城市推进 男女主角则乘坐直升机 在后面追击 巨型蜘蛛在大闹城市后 爬上了大楼顶部 眼瞅着机会来了 女主还是决定自己动手杀掉怪物 在瞄准蜘蛛的嘴后 一炮就射了过去 怪物蜘蛛瞬间被炸得粉碎 整个城市又得救了 人群也为之欢呼了起来 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对于咱们国家来说 你认为这种殡异蜘蛛能吃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喜欢听星星讲故事的 也别忘了加关注哦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